崔禅继续散播 马瞻算是那个人的半个弟子吧 只不过比起齐敬春差太远了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说的就是此人 我让崔明皇去骗马瞻 骗他可以顶替齐敬春 担任山崖书院下一任山主 虽然七十二书院之一的名头没了 但是书院本身还在 书院在就需要山主 如此一来 对齐敬春这一支文脉 对咱们大骊的皇帝陛下 其实面子上都说得过去 这也是一开始各方势力 默认的一个结局 但是我不喜欢哪 这么团团圆圆的结局 太无趣了 反正儒家内部本来就有一些声音 要求文圣齐敬春和山崖书院 三者一起消失 省得人心反复 死灰复燃 所以我提议在披云山新起一座书院 和儒教三座学宫 也答应在五十年内 会提拔这座书院 为七十二书院之一 咱们皇帝陛下一听 好像不错呀 比起齐敬春这么个鸡肋 换上一个能够完全听从大梨的傀儡 当然更适合大梨的南下霸业 于是崔明皇再骗马战 告诉他既然事已至此 不如退而求其次 干脆改换门庭 跟山崖书院撇清关系 回到小镇后 就能够担任新书院的山主 而且是新书院的第一位山主 比起在山崖书院 石崖会养人鼻息 不是更好 崔禅继续行走 不过望向默默呼吸吐纳的崔明皇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问题呀 崔明皇点头说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疑心 开始与我虚与尾仪 当时他不露声色 我虽然小心提防 但是没想到 马战这么个废物 发起狠来 是如此不留余地 拼得经脉寸断 撬穴炸碎 也要杀我 崔禅点了点头 马战虽然远不如其敬春 可到底是在那人门下 待了十多年 不能纯粹以蠢人视之 崔明皇用手捂住嘴巴 吐出一口淤血 握紧拳头之后 脸色反而轻松了几分 多了几丝红润 他问道 师伯祖 为何要允许山崖书院 那位谨慎的老夫子 带领学生离开大理 去往敌国大随 继续使用山崖书院的名号 大黎皇帝怎么是如何答应的 这件事晚辈一直想不通 一来山崖书院 就算保留下来 名存实亡 没了七十二书院之一的金字招牌 就是个空壳子 再也无法跟蒸蒸日上的关湖书院 争抢东宝平州最出彩的读书人 二来 皮云山一旦设立新书院 关湖书院的副山主会来此坐镇 当然第二任山主 肯定是坐在你身边的这位关湖君子 三来 大随接纳了山崖书院的丧家之权 就等于接过了探寿山芋 我们大理随时可以找个由头 向大随宣战 到时候 山崖书院不一样 还是在大理版图之上吗 谁都知道 山崖书院等同于大理王朝的国子剑 可是哪个王朝的皇帝君主 敢说关湖书院是自己的私塑 所以大理哪天能够完完整整掌握一座书院 是陛下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事情 当然了 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心里未尝没有补偿齐敬春的意思 齐敬春担任山主那些年 哪怕不愿对陛下卑躬屈膝 但是陛下对齐敬春是真的很欣赏 甚至可能还有一点敬畏 崔禅突然笑起来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需要 我需要有这么一举棋 我除了需要齐敬春必须死在黎珠洞天 我还需要他按照我的棋录 选定我希望他选中的棋子 最后由我来一一毁掉 齐敬春死前 就像手里还攥着几粒种子 或者还捧着几柱箱 只能交到身边人的手上 文脉一事讲究心火相传 甚至信奉一种学说的门生弟子可以死绝 但香火未必会断绝 所以香火和文运到底是什么 说不清 道不明 齐敬春估计已经抓住了端倪 我仍是有些琢磨不透 不敢太过确定 我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想法 所以设置这次大考 摆下这盘棋局 既是用来断掉那人的文脉香火 更是我的正道契机 崔蝉蝉走到坐在板凳上的少年身后 伸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脑袋 曾有诗缘 仙人扶我顶 结发寿长生 写得真是 仙气十足啊 少年身体的各个关节 咯吱作响 最终动作凝滞地缓缓站起身 他一双眼眸渐渐缓发出夺目光彩 等到站直身体后 转身面对亲手拼凑出自己这副身躯的摧缠 少年尚且口不能言 如婴儿压压血语 手足倒 欢天喜地 但是同时对崔蝉又带着一股先天的敬畏 别说是算不得修行人的吴渊 就连崔明桓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目瞪口呆呀 吴渊不知为何 今天听到先生一席话之后 只觉得遍体发凉 有气无力嗓音沙哑地问 先生就不能杀人了是吗 需要如此大费周掌 崔蝉哈哈大笑 好像等了半天 终于等到一个真正有趣的问题了 他嘖嘖道 大道之争 可不是世俗兼抄家灭族 灭人满门那么简单的事情 想要真真正正地斩草除根 很难很难 很多时候杀人呢 反而会让简单的事情变成一团乱麻 所以要诛心呢 为何修行之人能有十五楼那么高 因为修行吗 而修力的武夫呢 只有这么高 九镜就是顶点 想要寄身十镜 比登天还难 崔蝉一下子跳进天井正对着的水池当中 踩了踩镶嵌在底部的五彩鹅卵石 随心所欲地走在水池里 只是相比地面 下边显得更加局促 他想了想 那我就给你们这两只井底枝蛙 讲一讲两桩原本密不外传的公案 听完之后就会发现 我这些手段不过儿儿 不过儿儿啊